加沙地道战打响 巨型钻地弹发威 美国143亿援助以色列 新华社记者也反了 公开信要求彻查李克强猝死 越来越激烈 中国和菲律宾首次正规军冲突 苏纳克招手中共 特拉斯开炮 乱供 应伟达或取消中国明年50亿订单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知识TV环球看点 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二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工商广告 很多人都知道 在中国大陆用VPN能够帮助隐藏身份 帮助翻墙上国外的网站 那么在海外的人 个人隐私就安全了吗 当然是不安全的 您知道您的互联网供应商吗 就是您每个月付钱 给您提供上网服务的公司 比如美国的AT&T和Verizon这样的公司 他们实际上可以看到您访问的每一个网站 即使是您清除了浏览历史记录 或者是使用隐身模式 他们也是能看到一切的 在美国 法律是允许网络供应商将客户的这些网络信息 出售给广告商的 有了这些信息 广告商就会根据您的消费行为 给您投放对应的广告 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上网时都使用ExpressVPN的原因 因为我不想被广告商骚扰 我强烈的建议大家也这样做 ExpressVPN可以100%的加密您的数据 并且把流量重新的导向到安全的伺服器上 任何人都无法窥探您的个人资讯和网络活动 ExpressVPN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您只需要点击一下安装在手机 或者是电脑上的ExpressVPN程序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 ExpressVPN被Synet、Tikradar等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 品为No.1 所以如果您也想保护自己的网络隐私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我们的专属链接 ExpressVPN.com-sohtv 您就可以免费获得额外三个月的ExpressVPN的保护了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0月31日 伊哈战争已经进入了第25天 来关注最新的战况 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的强攻出现成效 目前以色列在多线作战 但是牢牢地抓住了主动权 法国《世界报》耶路撒冷特派记者雷米写道 在经过数周的准备和等待之后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城市地道战已经打响 10月30日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打击大幅度升级 周一夜间 共实施了600次空袭 配合地面的坦克和装甲部队的进攻 战国显著 不但见面了包括4名指挥官在内的大批的哈马斯分子 以军还首次地成功救出了人质 30日 以色列军队连夜向加沙派遣了更多的地面部队 以军和坦克还从两侧对加沙北部主要城市展开夹击行动 为了清除哈马斯庞大的地道网络 以色列还部署了能够钻地30米的地宝钻地炸弹 成为以军打击哈马斯地道网络的利器 地宝炸弹可钻进地下深达30米 穿透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 威力强大 原本如地下迷宫般的袈裟走廊 藏着数万名哈马斯 一手难攻的地形 反而却给了以色列瓮中捉鳖的机会 以巨大的钻地弹攻破哈马斯的防守之后 训练有素的军队甚至会引地中海的海水淹没坑道 以色列派出大型的推土机强烈铲除加沙走廊的大楼 由于哈马斯成员可能会躲在住宅之内 基于料敌从宽的原则 强力推土机直接铲除建筑住宅 让哈马斯无容身之地 秀出以色列军方超杀的向战打法 在以色列军人第一视角的影片当中 以军除了以火力压制之外 还丢出了反恐专用的震撼弹 弱化哈马斯人员的反抗蒙地 以军在锁定哈马斯成员位置之后 当场活捉以无反抗能力的哈马斯成员 活捉全程 仪器合成 充分地展现了正规军对决哈马斯的优势 30日 以色列确认成功救出了一名人质 获救的二等女兵奥里·梅吉迪什 已经和家人团聚 在约旦河的西岸 以军继续同极端分子交火 而在北部边境 以军全揭了一支向以色列境内 发射排击炮的黎巴嫩真主党小队 以军发言人再次警告黎巴嫩真主党 攻击以色列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日坚定地表示 绝不会对哈马斯停火 停火就代表向哈马斯投降 以色列誓言唯有取得胜利才会停止行动 在此之前 作战都不会停止 一直追踪以哈战况的一个推特账号表示 以军已经抵达加沙走廊的主要道路 即通往加沙城的萨拉丁公路 以色列军队计划到达海岸 将加沙地带切成两半 然后确保沿着加沙干股作战的周边安全度 他分析 哈马斯在这种宽阔的地形和以色列作战 将会面临惨烈的后果 由美国新议长迈克约翰逊领导的众议院共和党 30日宣布了一项143亿美元的援助以色列计划 在和拜登总统上周会面之后 约翰逊已经向白宫官员传达了这一讯息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 30日明确地表示 美国认为 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 目前无法解决问题 只会使哈马斯从中受益 美国支持临时的局部的人道主义暂时停火 以让援助物资进入加差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离世 令全球惊讶 也引起了大陆广泛的热议和哀悼 中国社交媒体微博和李克强死亡的相关标签 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吸引了超过10亿次的浏览 不少分析认为 这名中共前2号领导人的猝死可能引发政治动荡 在中共历史上发生的45和64就曾引起了巨大的风波 这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来说是危险的 更有分析认为 李克强死于一场阴谋 网上音量最大的一种说法 就是李克强是被人害死的 特别是不少网民留言怀疑是习近平当局给李克强做掉了 时评人士李正宽认为 其实单看这些言论所引发的结果就已经可以看出来 李克强的猝死并没有给习近平带来多大的好处 反而把习近平推上了舆论的漩涡 据网传的消息不仅是李克强的夫人陈宏发声向政治局要求对遗体进行尸检 调查李克强游泳时暴毙原因及整个抢救过程的细节 10月30日一名中共党员的公开信也在热传 作者是顾万明 是新华社老记者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 顾万明提出了五条重大要求 一是停止安排议题火化 以待调查 二是彻查就职全过程并且公开全部情况 给党内给全国民众一个交代 三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调查鉴定并相应的追究责任 第四 议题解剖 五成立智丧委员会 基于李克强以应当的礼藏规格 公开信把矛头指向了中共中央 七一认为李克强到上海休息 显然是经过了中央批准安排的 否则李克强不可能出京到上海 其二 李克强是在10月25日到达上海休息 26日仅仅一天就突然去世 实际情况是他在下午或者是晚上就逝世了 抢救时间延宕到了27日0点10分 时间太快 体制内的党员群众都觉得不可理解 很多事实没有说清 很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 其三 他认为现在匆忙的火化 将在国内外产生不利的影响 公开信要求成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调查组 把曾经接待接触贴近李克强的警卫 健保医生 医护人员 厨师 宾馆领导 与服务员 司机 上海市接待处干部等等 都要集中控制起来 谈话 调查 了解是否泄露了李克强的活动安排 抢救方案是否合理 使用医疗设备是否合理 有没有故意使用不当药品 救治方案 有没有独职行为等等 网传天安门广场目前是如临大敌 民众必须提前预约才能涉足 来自中国各地的3万名特种兵也快速地调往北京 机场 公交 地铁等公共场所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 在李克强的老家合肥 是群众纪念李克强的焦点区域 然而 一直神秘的蓝色着装的队伍介入此地 驱散悲痛祭奠李克强的当地民众 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在推特质疑 是谁在动用神秘队伍阻止群众悼念李克强 又是谁在操控李克强的死亡 这神秘的背后操盘手和李克强神秘死亡有关联吗 在外界的质疑声中 当局31号已经宣布 李克强遗体在11月2号火化 有网民认为 李克强的死亡疑点太多 当局想通过严加封控 稀释宁人 蒙混百姓难度很大 也许一个大的运动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中国知名作家慕容学村10月29号在X平台上表示 李克强值不值得悼念是一码事 民众皆悼念来表达什么是另一码事 八九学运最初的由头是悼念胡耀邦 但没过多久 民主女神像就立起来了 其实 胡耀邦和李克强本是一路人 都是共产党员 胡耀邦就算是好一点也很有限 不过 当千万人以悼念他的名义走上街头 他是什么人就不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人们到底为什么走上街头 近期 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黄岩岛产生摩擦 日前已经上升到了正规军冲突的地步 菲律宾39号护卫舰在10月30号进入黄岩岛临近海域 共军立马出动军舰和战机 对菲律宾舰艇进行跟踪监视 喊话警告和拦阻管制 中菲最近经常因为南海的主权争议 在仁爱礁 黄岩岛等海域发生冲突 但是之前双方都是用海警船和民船 这次正规军在海上的对峙 还是近年来的头一次 此次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出动的护卫舰 是韩国赠送的二手战舰 原为相浦级轻型护卫舰中舟号 相浦级护卫舰排水量为1220吨 配备有两门76毫米的舰炮 同时还装备了8枚美制鱼叉反舰导弹 值得注意的是 在移交菲律宾之前 韩国方面将鱼叉导弹系统全部拆除 目前菲律宾海军的这艘战舰 除了两门76毫米的舰炮之外 还安装了速射炮 鱼雷发射管 深水炸弹 另外还安装了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发射系统 基本可以视为一艘火炮护卫舰 中非这次的冲突程度有别于以往 过去菲律宾往往是渔船或者海警船 与中国发生摩擦 但是这次菲律宾是正规军与共军发生冲突 代表菲律宾在南海议题上 态度也逐渐强硬 南海局势可能会愈加动荡 拜登25日在白宫指责 中共在南海采取危险和非法的行动 表示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承诺坚定不移 这个表态令中共相当忌讳 中共外交部指责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无权介入中非两国之间的问题 又说美国是为菲律宾的非法权益 主张撑腰加油打气 英国将在11月1日到2日 在英格兰布莱切利公园 举办全球首场人工智慧AI安全峰会 却引发了前首相特拉斯和现任首相苏纳克的交锋 特拉斯强调 中共视AI为政府监控手段和国家安全工具 苏纳克坚持邀请中共参与峰会 让他深感忧心 这场AI峰会邀请AI企业、政治领袖和专家参加 将讨论AI带来的风险 希望建立AI安全发展的国际共识 路透社报道 中共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吴朝辉 将和外交部、中国科学院 以及阿里巴巴、腾讯等中方企业界代表出席峰会 据称习近平原本也受邀 但是有关英国是否应该邀请中共官员参加 引发激烈的讨论 英国独立报报道 即使保守党内部反弹 苏纳克仍然认为 若排除中方参与 将难以发展出管控AI风险的严肃策略 特拉斯则公开呼吁苏纳克收回对中方的邀请 抨击中共滥用科技助长压迫数百万人 打击自由民主 特拉斯指出 中国在科技使用上引发的疑虑 促使副首相逃顿 决定排除华为参与英国5G网络的建设 鉴于中共对国际法满不在乎的态度 理性的人不会期望中共遵守这类峰会所达成的任何共识 对中强硬的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 也批评邀请中共的决定令人惊讶 与他们共识只会让我们显得软弱 保守党议员希里认为 风险在于中国会看到其他人的进展 然后自行歧视 对一个社会来说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 科技被糟糕的统治者拿来找出异议者 扼杀反抗独裁政权声浪的可能性 如同乔治奥威尔的预言 中共确实有滥用的风险 美国加强管制先进芯片出口 并且提前生效时间之后 美国半导体公司英伟达 可能取消来自中国的明年订单 规模达到50亿美元 中共科技公司将因此失去重要的人工智慧AI资源 华尔街日报报导 英伟达今年来自中方的先进AI芯片订单 已经完成了出货 在美国颁布出口管制新规之后 已经停止接受中国客户的新订单 但是他们原本还想赶在美国出口管制新规 原定11月中旬生效之前 提前出货明年的部分订单 但是美国政府上周向英伟达明确指出 管制高阶芯片销网特定国家的限制措施既可生效 意味着提前出货已经不可能了 知情人士说 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及百度等中国AI云端运算巨拨 都已经大量的采购预定明年交货的芯片 来自中国大陆企业明年订单总额超过了50亿美元 美国政府去年首度发布出口管制令之后 英伟达已经为中国设计出降规版AI芯片 A800和H800 中国企业争相下单 但是美国商务部今年10月份颁布的新规 也把A800和H800纳入了管制 若英伟达没有取得出口许可 就必须取消订单 单导体业主管和分析师说 美国政府的最新芯片出口管制 可能脱卖中共开发先进AI能力的脚步 并且被迫改用本土替代品 这项新规涵盖英伟达、英特尔 以及超微AMD的多数高效AI芯片 和资料中心芯片 中期只能依赖库存 或者是找到其他的绕道方式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希望之声会员网已经开通 每个月只需要一美元 诚挚地邀请您前来支持我们 和我们一起守护言论自由的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